謝謝主席,可不可以請一下我們王主委,謝謝 請王主委 委員長 主委長 其實也是蠻動容的齁,剛剛看到這個您這一路走來的堅持 那對於這個基本工資我們從上個會期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那我真的是蠻佩服您的誠信 因為在上個會期我們的討論裡面也針對基本工資的討論 那你們對於這個定期召開審議委員會 然後這個承諾說這個第三季一定會調整 那也這個針對物價的波動來去做處理 這些部分你都做到了,我們都有在看 宋史不管是大家說這個是叫做茶葉蛋也好或者是一粒饅頭也好 但是大家基本上都認為你有做了努力 那也在這段時間看到了很多的這一些委屈 那所以呢,對於你這個堅持 跟你的這方面的誠信 這個中二級我沒有準備 但是我要獻一束話給你 表示說對你的這個支持 謝謝謝謝 以後送東西都要收費了 所以要先登記收費了 好,謝謝主席 那但是還是要回到嚴肅的問題來這個救教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主委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定期的審議這一次算第二次了 就是您制度化以來,制度化以來的這個第二次 那參與的人可不可以請您再一次的跟我們說明 到底是誰參加了這個審議委員會 跟委員報告,我們的基本公司審議委員會 我們後來做了修正 因為以前曾經有十年都沒有開或者沒有調整 所以我們就任之後我就訂了一個基本公司審議的辦法 我們把那個勞方跟資方的委員的人數大幅的提升 把官方的代表的部分就降低 就降低 所以維持777然後加上我總共是22個人 那這裡面的代表我想勞方的代表 我們大概就是有一些工會團體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全產總還有總工會 另外一個是全國聯合會 然後另外包括全勞盟 還有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 以及職業總工會 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有七個勞工團體的代表 那工商團體就是七個工商的團體 大家很清楚知道工總商總 中小企業協會 工商協經會 工業協經會 廠商聯合會 還有電電工會 那政府單位有誰參加 那政府代表主要是 我當主席嘛 那就勞委會有代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經濟部跟進建會的代表 好 那其他就是學者專家 所以可以說是勞方資方學界跟政府都有代表 是勞資學政四方的對話 都有對話 所以做出了一個結論就是 這個月薪從18780提升到19047 然後時薪從103調到109 是 這是共識嗎 我跟我們報告 雖然大家都不滿意 因為每次一開會的時候 這次我們花了將近六個小時 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 對 剛開始開會的時候 資方當然都希望不要挑 那勞方都希望一步到位到2萬2 或者2萬3 對 那中間經過非常長的時間的辯論 然後分別代開 然後隔著去討論遊說等等 最後就有一個 大家 都不滿意 但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就是這個共識 是表決嗎還是怎麼樣 沒有用表決的方式 在場沒有人有意義 算是無意義通過 對 就共識 大家的一個共識 經過了一個非常長的討論 但是是一個 您認為是很值得的對話 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我已經主持過 我每一年都主持 對 我覺得我們每一年都開 那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就非常難得的是說 大家不會是 堅持立場完全不能動 或者是漫天寒假 而是到最後大家能夠有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低限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 我覺得這個是對台灣的整個 勞資關係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社會對立 那我們希望勞資 其實是可以共創雙贏的 那的確大家立場是不一樣的 但是要找到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折衷 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很難得 所以可以這麼說 經過了這個四方的對話 有勞方、資方、學界、政府代表的對話 最後無意義的通過了 月薪的漲幅跟時薪的漲幅 是 那現在我就要跟主委 真的也是救救教 通過了這樣的一個 這麼樣嚴謹的審議委員會的結論 結果現在政府還要再方案 你是怎麼感受 更聞爆 因為的確按照目前法令的規定 我們的勞動基準法 跟基本公司審議案法 勞委會的確是只有 現行的法令規定 我們只有建議權 那最終的核定權限 的確是在行政院 從法令制度來看的確是如此 那所以行政院覺得 這個權限是行政院的權限 它有權來做最後的核定 這個我完全可以理解 只是說站在勞委會的角度 我們覺得我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跟精力 然後好不容易勞資學證 四方能夠達到一定的共識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呼籲我們 社會各界也呼籲委員會 其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個共識 也希望被尊重 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這個 好不容易有了一個 定期審議委員會的制度 而且定期審議委員會裡面 也包括各界的代表 經過了充分的討論 就做出了結論 可是現在試圖的 要因為你說法律上 是最後由行政院核定 那其實只是最後一個 合背的過程而已 以前也沒有發生過 把它這個審議的結果 來去做一個推翻 結果現在要去做 這樣一個推翻的舉動 但令人非常的遺憾 那我要想請教一下 這個主委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過跟委員稍微報告一下下 就打斷一點點 就是說在美國81年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說 會報到行政院去的案子 那麼最後行政院 自己核定 也曾經有那樣的 對你在講20年前的事情 20年來從來沒有 任何一次 這個審議的結論 被行政院推翻 我可以這麼精確的說嗎 對對 但是我也不能 就是說我特別要講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是因為團隊精神 而且另外也不能願望行政院 對 好我沒有願望他 20年前的行政院跟現在 不要再談20年前的事情 所以好我們再提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說 對183萬基本工資的領取者 他們都是在主委你的報告裡面 告訴我們的 基本工資的精神 就是領取基本工資邊緣者 對於那漲 不管是一個饅頭 還是一個財源蛋 都自為重要 因為他們會在貧窮線上下 在掙扎的這一群人 那我現在問你真的是 比較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當韓國新加坡日本 他們一年平均在工業服務業可以增加四千多塊 可是台灣只增加四百多塊 非常的慘淡經營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行政院看起來明天就要核定 執掌實心 不掌月薪 這個敏感的問題 我知道剛才這個吳委員他是 對你當然是很支持 我其實也是 但是我不免還是要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做出了這個結論 你會去做什麼選擇呢 跟我報告 我在強調其實所有該付的責任我一定都會付 包括下台嗎 該付的我全部都會付 但是我們現在都還在努力當中 沒有到最後一刻我都不會輕言放棄 主委我請教你 我這牌子上面寫的管中民才是真正應該下台的人 而不是你 你要知道說管中民政務委員 他在這次主導了 要讓這一次的月薪跟時薪的調整的折中板 他的主導 可是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財經判斷認為 第一季是最差的 第二季會比較好 下半年會非常非常好 他告訴我們說我們會比韓國還要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財經政策判斷下 政府都加入了審議員會做出的結論 他還試圖要翻盤 所以主委 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務委員做的錯誤的判斷 卻要全體勞工 特別是那些領取基本工資 為了一顆茶葉蛋在掙扎的人 甚至是您都要考慮到您去留的動向 你怎麼樣判斷這樣的一個決策過程的出燥 跟管中民委員錯誤的這樣判斷 你能不能評論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就說 我這個人都相信人性本善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為這個國家好 但是也許有不同的價值 人生的一些價值是不一樣的 那我相信站在經濟學家的角度 那他有他經濟學上面的 純理論的一些考量 我也不覺得是惡意的 但是他的考量是這樣 那但是對於一個長期接觸勞工事務的 跟勞工朋友 有比較多互動的勞會的主委 我們的價值判斷 其實我相信是有差異的 所以我尊重這個社會裡面 有多元的不同的一些聲音 我尊重這個社會有多元不同的一些聲音 那只是因為真的是大家的價值判斷不同 那我們就希望勞委會 因為我們長期跟勞工朋友有卡到點 所以勞委會的意見可以充分的被尊重 是好 那數委我想在最後的時間裡面 一個我剛剛講的管中民委員 政務委員 他做了錯誤的判斷 可是卻要讓全體的勞工 付上所有的成本的代價 但是我最後問你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表達的那個價值蠻令人動容 你知道你捍衛這個審議委員會的制度化 你捍衛這個審議委員會重要的公民對話的價值 你捍衛他做出來專業的 無意義的共識 所以我最後不免還是要請教你 明天 因為剛才主席也已經有問過了 行政院很可能今天或明天就做出結論 那個結論如果就如同媒體所報導的 是執掌時薪不掌月薪違背這審議委會的結論 也就是讓全體的這樣的一個長期建議的制度被破壞 讓所有的這個對話變得沒有意義 讓你的這個價值受損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選擇繼續留在 勞委會 委屈求全 還是你會選擇 離開勞委會來去做 體制外的努力 公文報告我其實百分百的堅持 一點都不會打折 堅持什麼 對我的對我的價值的判斷 我百分百堅持 一點都不會打折 所以包括你選擇繼續留在這個崗位上 也是你的堅持嗎 我堅持的是 本勞跟外勞的基本公司不能夠脫鉤 我堅持的是 明年1月1號 我們的時薪跟月薪必須要同步的調整 那這是我堅持的 那百分百絕對不會打折 所有該負責任我全部都會負 好 謝謝 好